这节课的七星风水学中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户型图 怎么要套七星图 这个七星图可以看所有的房子 只要它有户型 不管是公寓 别墅 住宅 民宿 甚至是一些公司 工厂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看 没有看到第一节课了 大家去看第一节课七星风水学上 这节课我们学习这个小区里面怎么套 师傅我要买房子 一个小区里面有好几个 应该选择哪一个 首先呢我们复习一下 这是八招图 这八个图呢就是八个方位 西北开明的 所有的图啊 我们接下来讲的都是上北向南 左西右东 正朝的离奇 西北开明的图 正西的 新南的 东北的 正北的 正南的 东南的 八个图 能套所有的户籍 来了 看第一个 师傅 你看我这是个小区 这是一层楼里面有四个单元 一号房 二号房 三号房 四号房 四个房间我都喜欢 应该选择哪一个风水最好 有没有办法 这一层有四个房间 这种呢 一般是大户型啊 这四个房间 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应该怎么看 第一步 我们看这一栋楼的入户门在哪里 你看 每一栋楼啊 有一个入户门 第一楼的入户门 入户门进来之后呢 上面是北 下面是南 左边是西 右边是东 那就是正西开门了 我们把正西的进行图 上面一套 就出现了这个结果 看到没有 大级在哪里 在这里 你年年大级 中级在这里 小级在这里 那么哪个户型最好 你看一 一是大级 三 中级 二 最凶 那应该选哪个户型 大家知道了吧 选择一啊 大级 有大选 大别选小啊 大级是90分 风水最旷 那么这个小区里面的户型一 全部卖光了 没有了 怎么卖 师傅 只有二三四可以选 你看三是多少分 中 四是小 这个二是凶 那就算三了 三是中级 对不对 也可以了 因为大级卖光了 只能二三了 师傅又来一个户型图 你看这个户型图 入户门在这里 是正北方 一户型 二户型 三户型 四户型 五户型 六户型 师傅我应该选择几户型 明白了吗 那这个情况下 第一层的入户门在正北 那正北的户型图 我上面一套出来了 你看一 最凶 二 小凶 三 中凶 四 小级 五 大凶 六 这个好啊 你看这个六 这边是大级 这边是中级 这个六户型啊 画大一点 看 这个六 这个户型在这里啊 看到没有 太好了 一半是大级 一半是中级 那选哪个户型 肯定选六户型啊 明白了吧 可以说的话 这一下子啊 六个户型 选哪一个 一目了然 六户型是最好的 大级 中级 全部都占了 明白了吧 这小区里面 选户型 就是这么容易 这是一个单元里面 那么来了 我这一个小区 你看我这个小区 师傅啊 小区有一号楼 二号楼 三号楼 四号楼 五号楼 六号楼 七号楼 八号楼 九号楼 那我应该选几号楼啊 每一栋楼里面 哪个最好啊 一般的 这种小区啊 它有好几个门 好一点的小区 东南西北 四个门 我们小区有东门 有西门 有北门 有南门 选择哪一个门啊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经常 从哪一个门进出 我家八号楼 我天天从这个门 红键头这里 从这里进不出 这个门 这个门 我基本上从来不去 那这个门是随在 但是你从来不去 它的性质和一面墙 好像没有区别 因为你不去嘛 你经常走哪个门 就看哪个门 那是八号楼 我经常走的 就是这个门 因为我的公司 就在这边 我要从八号楼 七号楼中间过 这个就是西面 所以七号是青土 这个青土 我上面一套 出现这个结果 那就出来了 大级的发挥在哪里 五号 五号是大级 中级是一号 我买几号楼啊 你嫌买五号楼 五号楼卖光了 没有好户型 然后再买一号楼 明白了吧 所以说的话 五号楼是最最好的 那么三号楼怎么样 是最凶的 那么九号楼的中间 怎么办 半级半凶 五十分 不好不坏 那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买这个二号楼 在这里 是五鬼的二号楼 那怎么办呢 可以来调节 五鬼是火嘛 火克金 水克火 我们可以通过五星的原理 通过装修啊 通过那些布局来化解 不怕的啊 还好你只是买了五鬼 没买六煞 通过一下个小区 几凶一下就出来了 师傅又来了 还是这个不行 我走这个门 我的公司的正面 我每天都从这个门寄出 我需要在这个小区买房子 那这个情况下 这个是正北 那么就只能套正北这个图 套了正北这个图之后 你看 结果出来了 最急的发挥在哪里啊 三号楼 明白了吧 三号楼是大级 现在算三号楼 三号楼没有的话 再算二号楼中级 中级也没有的话 算四号楼小级 明白了吧 是这么选的 看你走哪个门 如果你走这个门 那最好的方位就是这里了 听懂了吗 是看你走哪个门 很重要 一般小区都有四个门 东南西北门 那这个又来了 这个复杂一点 师傅你看 A有一个门 B有个门 C有个门 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 有A和B这两个区 我应该选哪一个区 风水比较好 我是买A区的户型 还是买B区的户型 那你问他 你走哪个门 那我走这个门 我从A这个门进 那么A这个门 都套这个图 套完这个图之后 你发现 A这个地方是大级 年年 B这个地方最凶 是六煞 那么你买房子 就买A这个地方的户型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非常容易是不是 所以这节课呢 就是我们直接看户型 小区里面的户型 哪个单元楼最好 然后呢 就是单元楼里面 哪一套房最好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一下子 结果就出来了 我们综合起来看 首先我们要买房子了 第一 对吧 我要买这栋楼了 这个楼的风水怎么看 这是一个小区 123456789 9栋楼 每一层呢 是六个户型 每一个户型里面呢 都是这种布局 我能不能买 我的部署怎么办 第一 是开这个 那么你看你走哪个门 我天天从七号楼 八号楼中间走 那么七号楼 八号楼 套这个头 那最好的户型 是这个五号楼 买五号楼 大吉 对吧 五号楼买完了之后呢 出来了 五号楼里面 有六个户型 123456 那五号楼里面的地下 那个地面一层 是这个门 那这个123456 我就选择哪一个户型呢 六户型 就是最好的 大吉 生气延年 那选择六户型 对吧 六户型 六户型买了 我买了 三号楼的 五号楼的 我买了这个地方 五号楼的 我买了五号楼的 六户型 来了 户型怎么样 是这个样子的 进来 进来之后一套 吉凶结果就出来了 我说我这个吉凶结果出来了 你看 这个吉凶结果是这儿的 那我这个五鬼是主卧室 祸害是卧室 两个卧室 那我怎么办 卧室里面的话 你别处的这个最凶呢 做的这个小胸呢 小胸化解起来也容易啊 所以说呢 你把这个祸害这个卧室 变成主卧室 你来住 五鬼什么住 五鬼可以让小孩子去住 小鬼五个小鬼 天天陪着你家小朋友 你小朋友的身体健康 比较有利 12岁之前 住在五鬼没有影响 12岁到18岁 孩子一般的是 初中高中 在出校 也没影响 到了大学以后 他毕业了 不在家住了 在外面了 那更没有影响 所以父母的话 男主人女主人住在这里 然后生气这个地方 这个残位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给他 不过风水一眼 一家里面 风水最好的位置 全部集到这里来 然后男主人 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天天在这个阳台上 坐着风水眼上 打电话 谈生意 谈一个乘一个 发大财 然后户型 这个厨房 你看厨房来了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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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我这个厨房 你看我这个厨房 跨着两个区 一个是绝命区 一个延年区 那怎么办呢 厨房里面 最主要的是什么 燃气灶 把这个灶台 布在延年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延年灶 如果这个明气灶 在这个绝命 这个地方 就叫绝命灶 绝命灶出来的是绝命灶 延年灶出来的是延年灶 布到这里来 那么这个户型 怎么样来调理呢 很简单了 主卧室在这里住 这个地方布个风水眼 然后呢 这个地方厨房 住个燃气灶 那这个房子的户型 打分在90分以上 哎呀住进去 没有不发财的 明白了吧 家庭和睦 身体健康 孩子在这里 还身体建筑 找到人高马大的 又特别帅气 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 这个都搞完了 下一步 第五章 是风水的吉凶 怎么要化解 这个也挺麻烦 你上面不是说了吗 有七个吉 七个凶 我的主卧室在那里 我要化解 那么七个吉凶 在哪里 怎么要化解 这个思路是这么讲的 首先知道 哪有几个吉 几个凶 第一个 这是一个大门 这个大门呢 是东南开门 三个吉 大吉 中吉 小吉 大吉什么要好 大吉的话 卧室 厨房 功能房 这里是指的书房 有的是健身房 书房 健身房 还有麻将房 还有娱乐房 所以说是功能房 还有客厅 这几个范围怎么样 要在哪里 要在风水好的位置 真 颜 天 如果这四个地方 在于风水坏的位置 这个厨房跑到绝命去了 卧室跑到祸害去了 那就要化解 不化解的话 它就容易出台了凶事 然后这四个凶星 怎么不要凶 后面会讲 那么厕所又来了 厕所这和相反 厕所是唯一一个污水的地方 最处的地方 那这个厕所 如果在吉星生气 年年或者天移 那么这个厕所就不好了 把生气给污染了 把延年给污染了 把天移给污染了 就需要解救吉星 把它不解救的话 它就会污染 就不行 就很麻烦了 那么这个方式 怎么样来化解 第一个方式怎么样 搬家 我在香港有好多大客户 上市公司的 人家在香港的房子 几十套 最大事 你看这套房子好不好 不好你给我找一套 我这有十套房子 可以选 找一套最好了 我去住 我只求财 所以说人家 家庭条件好 可以搬家 搬家的对我注意 买了房子 租了房子也要住 也就是说这个车 不管是你名下的 还是你租来的 还是你太太名下的 你兄弟名下的 只要你开 它都对你直接起作用 那这个车翻了之后 出了货 那谁倒霉 谁开车谁倒霉 对吧 这房子呢 它收勇船 随时所有权不重要 使用之才重要 所以买来的房子 哪怕租来的房子 一样影响风水 因为你在用 这个车是你租来了 那是你在开 围了张要发你的钱 不是发这个吃主的钱 明白了吧 说了事过 头破血流的 那是你流血 不是吃主流血 所以说呢 第一个问题 搬家 最简单了 第二个 经济条件有限 搬不了家 怎么办 第二个呢 调整 那怎么调 第一个 最简单 调理 卧室 卧室呢 你看这个卧室风水不好 这个卧室的话 这个卧室呢 有两个去 一个在六煞 最凶 一个在天蚁 小吉 那么这个卧室怎么调呢 你把这个卧室的枕头 挨在天蚁这个地方 原来的六煞宅 变成了天蚁宅 很简单 换个 换个床头 调个方向 一下子就调完了 就OK了 那么这个厨房 风水不好怎么调 厨房原来在什么 在无鬼 这个地方B 大胸 那我怎么调 名气灶 把名气灶从B 调到A 名气灶在这里 B搬到A 那一下子从这个 无鬼的灶 变成了天蚁的灶 就这么容易 换个枕头 换个灶台 一下就调风水了 来 那么我是餐厅怎么办 换主人的桌子 一个餐桌 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可以坐 你看哪个方位好 主人坐在哪个方位 客厅更容易 沙发 三面都有沙发 一般的客厅 哪个地方风水好 客人坐在哪个沙发上 就行了 第二个方式很容易 调出来就行了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例子 你看这个例子就来了 我讲了好多遍了 东北门 西北门进去 东南门 东南门进去 八个图套这个图 这个图一套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 首先调主卧室 我的主卧室看面积的是 一般的 哪个面积最大 哪个是主卧室 肯定没错 因为房间设计的 包括我们国内的 万科 恒大 碧桂园 我都是给他们做风水师 每一个混形图 在设计的时候 都要经过我的指点 所以我都明白 中间的设计原理 但是有一些也很无奈 为了用这个使用率 因为开发上 人家是求的回报 我安全用我的风水调 人家不挣钱 没办法 所以说你看 主卧室在这 主卧室在这 风水凶 最凶 怎么调和它祸害去吧 小过时 祸害调理起来 就特别容易了 一下就化解了 第二个调厨房 厨房如果是延年 不用调 就是急的 如果这个厨房 在绝命怎么办呢 把煤气灶 从这个地方 迁到这个地方来 花点钱 装修一下 改个载道 载道也不用改 就把这个煤气管子 加长一米就够了吧 原来煤气灶在这里 搬到这里来 把煤气管道加长 然后调一下 注意安全问题 就OK了 调好了 第三步 大吉的话 会在哪里呀 第三步开这个厕所 第一是开卧室吗 第二是开厨房吗 第三开卧室吗 这叫窑窄三药 三个最大的要素 除卫生间在哪里 在这个天蚁味 不用管化解了 还有一个卫生间呢 你看在天蚁 是个小的 小的基金被污染了 没事 大的保住了 重的保住了就行了 小的受一点影响 无所谓 可以忽略不计 不管它了 可以了 还有一个大吉的是 生气味 这个地方是大吉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布个风水眼 一下子把整个家里的机器 全不用上 风水就调好了 是不是特别容易 就是这么调的 你花个五万块钱 八万块钱 十万块钱 这我去你家里看风水 我的初级不中 也是这么调 中级不中的话 就要增加你的八字命理 高级不中呢 就要把你的这个所求 我求财 我不求官 我求丁 我不求健康 我求文化 学习艺术的 我不求财 看你需要什么 我给你催什么 那是高级的 今天呢 这三级课 我们讲初级的 那么这个OK 搞定了 还有一个师父 这个祸害是小兴 我心里不踏实 不舒服 睡觉也睡不好 我这个祸害 我老是感觉 我坐在胸尾 有没有办法调 你给我化解化解 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 怎么叫化解 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来吧 怎么化解 化煞 桃木镜 桃木在道教里面 在风水里面是辟邪的 我们的桃木镜 已经做了快30年了 201995年到现在 多少年了 算一下 快30年了吧 好快日子 我那时候很年轻 的是我老爸在做 第一代的 201995年就开始做 是这种桃木镜 一会有五款 2005年我加入之后 加入到了12款 2018年的时候 我们更新了 做成了36款 第一款的话是 不非内宅外宅 能化一切风水杀 第二宅呢 是化一类风水 化一类风水杀 第三个呢 是化一种风水杀 就越来越细了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是第三代风水仪 越来越细了 中间这个是合金 做成了这个八卦镜 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这是 这个桃木呢 是山东肥城的桃木 山东肥城呢 是皇家御用的桃木 是真桃木 并且是东南朝销的桃木 很牛的 那风水不好 怎么样 买个桃木镜 几百块钱 300块钱 500块钱就搞定了 这个桃木镜 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们自己 研发的这个八卦镜 花了好多的精力来做的 也很漂亮嘛 这桃木镜 就这么一个桃木 这是模特拿起来 然后呢 挂在桥上就行了 就化解掉了 很容易 并且呢 有个和谐的消息 我们有个风水仪 风水仪很重要 风水仪就是这一个 风水仪 风水仪 2012年是第二代 2012年是第二代 现在十年以后 我们发现了第三代了 新的一代 原来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海国有个风水事仪 海国人要事仪 所以说呢 我们要给韩国竞争 要挑战海国之前 研发出来一块 最先进的风水软件 没办法 这是国家的这五 所以我们完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风水维化研究组 给发了这五额 所以我们研发出了 人间环境客举进步角 得到了 当年的话 在2012年左右 还在人民大会上 举办了一届世界 中国风水大会 也是我们家的人来组织的 这第一代 很丑了 这是第二代 很先进了 第二代是这种 很漂亮了 这个仪器有兴趣 大家可以查 那么化解 还有还没说完呢 化解的话 这个叫通俗化解 我想通俗化解一下 我不想化解那么多 这我风水仪上 有一个化解的方式 那么化解的方式 叫什么 叫五行化解 你看这个地方 祸害 东南门 如果我的主卧室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叫无鬼位 我不想去这个 小卧室去住 因为我们俩夫妻 随微喝小药 第二胎呢 所以有个卫生间 非常方便 我太太也喜欢 不想走 那么我们也不想 花钱买 淘不进 太贵 300块钱 500块钱 我不想花钱 我想免费花钱 那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 有 那就是在无鬼 这个方位怎么样 通俗化解 多放一些 黄色的植物 或者字画 带有黄色的瀑布 或水 黄色代表着土 土什么的火生土 放一些水呢 什么水克火 所以来把无鬼 给它克制住 或者装修的颜色 用一些黄色的 棕色的 放一些陶瓷 陶瓷是土做的 不做 然后的话 放一些胆内 不要咬花草 就多好戏 放一些这个花瓶 花瓶里面 不要放水 就行了 就可以了 把它化解掉了 如果这个地方是厨房 还可以放什么 放一个四火令 一个糖霉 把它给化解掉 这是一个化解方式 不花钱的 就用颜色 都有五星 都有这些糖木饰品 五星来花钱 这是不花钱的 第二个呢 是东南门 是西北 这个小卧室 我儿子在这住 我很不甘心 我想让我儿子 做的好一点 这个风水仪嘛 有个小胸 这个地方 那么怎么要花钱 我不想花钱 一分钱都不想花 怎么办呢 根据五星来花钱 那在这个卧室里面 装修用白色的 或者金色的就算了 金色我们玩不起 白色的吧 白色的怎么办呢 放一些什么样子 白色的床单 白色的窗帘 白色的枕头 白色的睡衣 白色的拖鞋 反正家里面 白色的家具 反正能放白色的 就放白色 纯白色不好看 放灰白色 或者是白色调一处的 这些也能够来化解 或者怎么样 花一个钟表 钟表是金的一种 所以说它化开始土 土成金 画个钟表 画在这里也可以 钟表是一个 搞个金色的大钟表 圆圆的金色钟表 放在这里也能卸胸 这种通俗的五星化解 能化掉6-7% 如果用这个糖木镜 画到8-9% 所以说我要求 没那么高 能化个百分之 五六十 六七十就OK了 你就可以直接 用五星颜色来化解 就不用花钱了 下一个又来了 第三个 钟兄 钟兄 钟兄呢 我是这个这一块 钟兄 我的厨房在绝命 然后呢 不能干燃气管道 我这个饭是绝命饭 灶呢是绝命灶 我还不想花钱 那这个时候 该怎么办 那在厨房 这个位置怎么样 多放一些墨绿色的植物 装修的时候 以深色棕色为主 放一个饮水机 同样 放一个冰箱的这个位置 也可以 冰箱也是水的一种 放个饮水机 放个冰箱 然后呢 在这里化解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 这个厨房 桥上能贴东西 贴个字画 从那个淘宝 或者是哪里 买一个字画 五块钱 十块钱 二十块钱 有瀑布的贴在桥上 美国还漂亮 还能泄气 这样的话 也能化作百分之五六十的凶器 也能化作百分之五六十 也有效果 这就不用花钱了 如果我不放心的话 我怎么样 我再发个四绝令 因为这个地方是绝命 画它叫四绝令 而这个地方是祸害 叫四祸令 四就是四令的意思 四祸令 而这个地方是个火 无鬼火 四火令 这个方式 画个汤令 把它给化解 也可以 也能起到一个作用 但是这个房子 是我自己买的 我刚买了之后 我不想卖 也没有钱 做大的装修 画一下化解 你可以请我 请师傅 或者请我的徒弟 到你家里去 结合你的命理 结合你的需求 彻底的来处理 就是家里看风水 你这里摆个东西 摆个植物 摆个颜色 就好像相当于 身体的自动的化解 就是身体机能 我感冒了 不吃药 身体的机能 自行来调理 调理的比较慢 如果你放在极桥物 就好比买了药 效果会好一点 吃个中药 如果你是问题 比较严重 我请师傅来 就相当于 做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 一下子切除 除根的 就是三种 不花钱的 五行调理 就是自身的调理 就是身体调理 养生调理 养生治病 如果是花钱 买机箱物的 就相当于买药治病 如果请师傅 到家里人去看 就相当于 动手术 切除 那个比较干净 比较利索 这种情况 适应于房子是你的 你要长期居住的 不打算再买的 买也买不起的 或者是装修 已经装过的 或准备花钱 做大装修的 有大动作的 你得请师傅去 请师傅一次 好多钱呢 对吧 这是一个化解 大家听明白吧 三种方式 第一个五行的 不花钱 第二个唐木镜 便宜的几百块钱 第三个 请师傅的家里去看 那这一节课呢 是缴了五行 急凶的化解 那么急的 怎么样催旺 凶的怎么样化解 把这个再学会了 那就可以了 下节课呢 我们缴这个缺角 然后的话 我们缴这个风水煞 我们再缴这个 七个风水的 急凶星 怎么样 下一节课呢 是 急凶风水学 入眉课的下集 好 谢谢大家啊